投資就像練肌肉 用那方式才能事半功倍 我是你的真肌教練 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会基金投资 让荷包变重 时常听到大家在问 基金要怎么组合比较好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 就像健身菜单一样 组成要以价格走势 低相关或是负相关 标的组成为主 这样就可以避免波动 以达到稳定的收益效果 就像是健身的有氧 及无氧运动就是低相关 如果今天无氧的重量训练 不小心肌肉拉伤了 还能改为有氧的游泳 不让你的运动量降低 就能达到稳定的收益效果 完成配置后呢 要跟健身一样 随时的追踪 看到成果 才能有动力继续练下去哦 基金要追踪积效 其实很简单 可以在申购基金时 先设定好停损 其停力点 帮助自己在最适合的时机点 进出场哦 就像健身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 先决定好 才会有好的效益哦 途中想知道 有没有获利或亏损 直接去网银APP查一下 参考限职 就可以知道基金绩效咯 好了 今天的概念教学差不多够了 再帮大家做一下总复习 第一 基金要配置好 以价格走势 低相关或负相关建构 能避免价格波动 以达成稳定的效果 第二 随时追踪成效 申购基金后 别忘了偶尔进去网银查看一下投资绩效 也要记得 设定 盈利及停损通知 帮助提醒 也避免错过 买卖时机哦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想一起练就好激励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增肌教练 让荷包变更重 我们下次上课见